大家好 我是开卷人郑祈元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幅画作 是明代球鹰所绘的赤壁图 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苏氏在黄州赤壁 夜游大江 寇贤而歌 将江上清风 山间明月 与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凝结成为深厚的文化情怀 也催生了 像球鹰赤壁图这样的经典画作 展开这幅画卷 一眼望去 色色清新 场景开阔 画中苏氏邪好友泛舟同游 悠然自得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走进赤壁图 同苏氏一起泛舟夜游 感悟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大家好 我是辽宁省博物馆 敦堡后 在我身边的 就是明代球鹰所绘的赤壁图 画面中最中间是一个小舟 舟上有五个人 其中最中间的这个人就是苏氏 他戴着东坡金 留着长篮 拍着传弦 这就是他赤壁图中所提到的 寇贤而歌的场景 小舟的前面 是一个道悬的一个悬崖 悬崖上有很多的松树 还有这个红叶子的树 代表着这是一个秋天的季节 松树上有很多的这个藤蔓 随风慢慢地摆动 小船的周围有一些细小的波纹 这就是展现的复纹中的清风虚来 水波不星的这么一个场景 再往远处看 远处有很多山巒 山巒之上有一个小小的月亮 说明了这个是山高月小 水落石出的这么一个场景 可以说这件作品的摄丝很清新雅淡 布局很简洁舒朗 那这件作品呢 它不单单是球影所绘的赤壁图 此外还有五个人参与了创作 画卷前面的是 文正明所出的赤壁有三个字 历出所出 这个一个油字就把我们带到了 940多年前的 黄州赤壁的月夜场景之中去 画卷后面的分别是 彭年 周天球 文家 文彭 四个人所出的前赤壁幅和后赤壁幅 可以说呢这是一个有书法 有绘画 有意境的一件作品 是中国文化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作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江流日夜 明月照晴谷 月出东山 徘徊斗牛 清风徐来 水波不星 正是泛舟赏月的好时候 如今 月已中天 我的粥又在何处呢 东坡先生 两位公子在路过赤壁的时候 竟不知为了什么争吵起来 现在还在斗气呢 连迎接先生都忘了 实在失礼 那我去看看他们都在争些什么 东坡先生 您来评评礼 良辰美景就应该把酒言欢 寇贤高歌 你们俩在争些什么 你说 你说 两位公子争执的是 赤壁之战中 到底谁的功劳大 有意思 那李兄是怎么看的 若论功劳 当然是周公锦 诸葛孔明等英雄豪杰 你看这青山高江水涌 顽顾江山谁成熊 青黄汉无拘忘义 更看周浪与我龙 今回要知 强路会飞尽随风 与山青灰 一笑望其黯然空 情是万全 是不尽危及风空 一世耗尖 明吹千功 人也同 那周兄又有何高见呢 以我之见 这赤壁之战的功劳 要归功于这山 水 风 月 哦 好 好 赤着落水 忍着落山 山水行圣 得知着岸 你看那金陵 忘记多平街 长江天线 静城繁花伴仪仗 树道艰难 不借东风之力 谁垂落 满天星火 若无波涛支柱 怎破得 百蚀楼船 痛却成灰 英雄流水 唯有这山 这风 这月 万顾千年 万顾千年 苏兄 您怎么看 要我看啊 你对 你也对 你不对 你也不对 这怎么讲 人即生天地 即为天地 牧关江山泽 耳听风月舍 人与天地合 人共天地生 诸葛与山 乃英雄解放月之力 周浪痴彼 是山河 因豪杰而鸣 我与天地相合相成 我与风月相寂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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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上之清风 与山间之名誉 与山间之名誉 取之无尽 取之无尽 用之不解 此乃天地之大美 你我之所向 乘风前行 来一场不闻深沉的争承 对月开卷 写一笔寒长淋漓的丹琴 我要这明月照着我 我已照着这明月 试着如死不试着 我已明月 试着如死不试着 我已明月 我知天地 天地之物 大江流之夜 明月照进宫 妙啊 妙啊 这山河与人可不正是相辅相成的吗 山河成就豪杰 豪杰意味山河增辉 想到这里不禁豪情顿生啊 宋兄这番话真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 那我们还不一起 把球上月 把球上月